感应决定是清净心 极灭极是极尽 给心地清净 灭是一切念头不深 这叫灭 我们常讲起心动念 灭了不起心不动念 齐心动念没有了 诸位就知道 分别职者当然更没有了 分别职者是粗念 齐心动念是细念 唯一细的念头都没有了 粗念当然没有了 这是禅定的境界 什么禅定呢 自信本定 慧能大师在开悟的时候说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那就是自信本定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说明我们的心 本来是寂静的 那我们要静下来 什么念头都放下了 静下来 它就与自信相应 虽然不是完全相应 这个方向 像我们现在接受电波一样 方向已经准确了 更新的同一个方向 希望这个同一个方向之后 越来越来越接近 这就是真功夫啊 所以我常常啊 勉励同修 也是勉励我自己 佛家特别是大乘佛法 所讲的功夫 就是放下 开头学习着 放下支柱 对人不支柱 对事也不支柱 对一切万物也不支柱 对佛法也不能支柱 这就对了 再放下分别 再放下齐心动力 先从粗的放下 慢慢把微细的也能放下 就进行了 放下就是地 就是这里讲的 极灭 极灭程度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极灭功夫啊 就有高下之别 然后再放下来 然后再放下来